为什么这么执念于中高端车型呢 因为我特别喜欢特粉出的那句话 比亚迪卖的好都是因为廉价车型 给你们看看我一早上遭遇了什么 咱也不知道到底得罪了什么群体 哪家公关公司导致我被这么狂风乱炸 但是我想说兄弟们 你们是真的找错对手了 我甚至严重怀疑你们这群人 就是特斯拉的反串黑粉 因为这里包含了太多的错误信息 和被打脸的内容呀 首先这个7.7万 我相信大多人是看到了这张图 这个数字呢 现在还没有被明确的证实过 而且上个月是8月啊 作为特粉如果说你做不到知笔 那最起码也要知己吧 一般呢 特斯拉会在季度的这个第一月和第二月 不会公布销量的 因为是要优先供给海外 只有在季度末的时候会来个总结 而且大批量的交付到国内 如果说你还学不会啊 那再简单一点吧 直接下载个某车APP 在上面打开品牌销量里面 找一下特斯拉 等一下我找一下特斯拉 这个确实不太好找 哦在这里啊 40多名了 看到了吗 这个如同过山车一样的走势啊 就验证了我前面的说法 所以说如果你想要看特斯拉的销量呢 一般需要等待成年会 在十几号的时候公布才能看到 即便这个7.7万是真的啊 那也是上海工厂的总产能 整整交付到国内手中呢 大概也就是两到三万 和这个月的广汽安安是差不多的 好的 咱们再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啊 我之前确实做过视频解析过比亚迪超越特斯拉 现实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咱们要明确一点 我是一个很客观的人 我并不是直接下定论说比亚迪会超过特斯拉 而是说如果做到这几点 那比亚迪就真的完成对于特斯拉的全部超越 言下之意呢 就是比亚迪现在确实还差点火候 不会连这种好赖话都听不懂吧 不会吧不会吧 那当时我到底是怎么说的呢 咱们也算时隔接近一年之后的一次复盘啊 第一是比亚迪的电池外供给特斯拉 第二是比亚迪的销量全面超过特斯拉全球 第三是比亚迪的纯电销量超过特斯拉全球 第四是比亚迪的汉唐海豹等 均价超过25万的车型超越特斯拉 第五呢是海外市场的销量超过特斯拉 第一个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已经实锤的消息啊 当然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觉得啊 比亚迪的副总裁会在公开场合满嘴跑火车 也不相信各大媒体的跟踪报道 更不相信比亚迪专门为特斯拉供应的产线和工厂等等 但是没关系啊 咱们只需要耐心的安静的等待量产车下线 一切就不再是问题了 第二比亚迪的销量超过特斯拉全球 我们以上半年为例 特斯拉全球的销量为56.47万 没错吧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数据啊 注意是全球的销量哦 那比亚迪是多少呢 63.81万 以比较大的优势获得了冠军 那为什么我要以上半年而不拿最新的1到8月的销量来说是呢 这是因为我不想欺负人啊 懂的都懂 而且最后的第三第四季度 比亚迪的产能也是大幅领先于特斯拉的 全球销贯的位置啊 在今年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悬念 第三比亚迪的纯电销量超过特斯拉全球 这个咱们有一说一啊 如果以上半年的数据来看的话 确实还有一定的差距 而且这个差距呢有接近一半 但是你也别着急啊 还记得前面那个7.7万的数据吗 如果说这个数据是真实的啊 那么特斯拉在8月 全球的销量大概率会在8到9万左右 而比亚迪8月的纯电销量为82678辆 理论上已经很接近它了 而且再讲一个冷知识啊 比亚迪8月销量比预期低的小1万 主要就是缺在了纯电车型上 说的更加直白一点的就是缺电池 那电池在哪生产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大家稍微想想最近发生的事情啊 就会懂我就不展开说了 也就是说第三部分虽然没有完全的完成超越啊 但是这个差距已经非常非常近了 预计在年底的时候 比亚迪是一定会完成超越的 第四 比亚迪的汉唐海豹等 居价超过25万的车型超越特斯拉的销量 为什么这么执念于中高端车型呢 因为我特别喜欢特粉出的那句话啊 比亚迪卖的好都是因为廉价车型 那汉唐海豹海市等等 确实是有能力在价格上去做相靠横的车型啊 我们以8月的销量为例 汉家族2.6万 唐家族1.08万 海豹1600多辆 三者相加的是3.8万左右 这个数字明显是超过了 特斯拉中国8月份的销量 但是和全球相比啊 那依然是比不了的 但同样咱们再看一下年底的销量规划 汉家族3.6万 唐家族3万 海豹2.5万 千万不要跟我杠说我在画饼啊 这个数据都是背后有工厂的产能做背书的 累计相加呢 已经来到了9.1万左右 已经小幅的超越了特斯拉目前全球的月均销量 当然咱们也要考虑到特斯拉产能的扩张啊 那咱们姑且在年底可以打一个平手 或者小幅的超越 最后呢 就是全球销量超过特斯拉 这个也是最难实现的 原因嘛 你想想最近的英里达事件你就懂了 比亚基主要布局的欧洲和亚洲市场啊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健康的 明年大概率的海外销量会在20到30万之间 但是相比于特斯拉依然有很大的差距 这个咱们必须要承认 至少在两年之内是很难比肩的 也就是说 我做的五个假设啊 已经实现了两个半 有一个半在今年年底可以实现 仅仅只有海外销量啊 暂时是比不了特斯拉的 其余呢 我实在是想不出什么 欢迎特粉继续补充 我来持续为你述出内容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